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徐红 红官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一期我跟大家要聊一聊什么呢 在我们词记当中经常见到什么 玉壁底和玉环底 这个叫玉壁底 不名思义它像一块玉壁一样 比它窄一点的就叫玉环底 像我们的手环一样 那这个玉壁底跟玉环底 在我们明清两代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使用的情况是如何的 我们会在这一期给大家做一个阐述 因为要知道玉壁底最早和追溯到唐代 我们月瑶开始就有了玉壁底 那时候的玉壁底的下面那个忌孔 就是那个小圆圈比较小 然后那个端面比较宽大而且很平 这是最早出现玉壁底的时代 就是在唐代 然后到了后期就是宋、圆、都有 这不过是我们北方的池州窑 或者是其他窑口 可是到了明清两代出现玉壁底 它是有一个上限 然后有一个流星的时代 那在我们明清磁器上面 玉壁底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明代的晚期 特别是万里天启的时候 这个玉壁底就开始出现了 而且那一段时期民谣特别流行 然后到了清代的康庸前 乃至后面的光绪 都有这种玉壁底 但是呢 这种东西啊 跟圈竹啊 是有不同的 首先啊 就是形式 形质上面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它这个用的 使用的数量上面 也是没有这种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圈竹啊 多 但是这种器物啊 一般来说 在那个时代啊 都是比较精细的这种器 这样大家就要问了 明代的玉壁底 跟清代的玉壁底 我们如何从一件器物上 来辨别出来 这个是明代的 这个是清代的呢 你比如说 我们手拿的这个玉壁底 大家拿到这个玉壁底 看到的时候啊 就要看这个玉壁 就下面这个圈竹 如果是明代的 它会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如果是明代的话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端面 这一块端面啊 第一 如果是明代的话 会非常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会非常平 就是这个端面啊 会非常平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什么呢 这里面啊 叫竹墙 这个竹墙啊 会比较矮 比较浅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三个特点 连在一起的时候 明代的玉壁底啊 它这个端面是宽的 平的 竹墙是浅的 而清代的玉壁底啊 跟它恰恰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也是这个 看到这个玉壁底的时候啊 我们看这个端面 首先这个端面 它这个宽度啊 是没有明代的这么宽 要显得比较窄一点 另外一个呢 它要比明代啊 往内 斜 就是往内倾斜 就是说 清代的玉壁底啊 不是平的 是往内倾斜的 但是它有一个 比明代要更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 它这个竹墙啊 要深 一定要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说明代的玉壁底的特点就是什么 端面 宽 平 竹墙 浅 清代的玉壁底呢 是什么 端面要窄 然后往内倾斜 竹墙 要深 这就是明代的玉壁底 跟清代的玉壁底啊 不同的地方 然后 我们看到这件器物的时候 其他的 我们不要去看 就看这个玉壁底 啊 你看见没有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端面啊 是往内倾斜的 那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 如果器物大的话 那相对玉壁底啊 它肯定要大 不可能说 你器物这么大 玉壁底很小 那是 头重脚轻 不符合这种审美的观点 在同样 如果是一件明代的这个碗 玉壁底的碗 跟清代 这个玉壁底的碗 如果器型 这个大小相仿的情况下 这个端面啊 就明显要比明代的要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你看见没有 它是往内倾斜的 竹墙啊 就比较深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特点来看 很容易判断 这件东西啊 应该是清代的 当然 你说这个是清代 是康熙的 还是雍正的 乾隆的 我们是从其他方面再来 就是论证它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 首先肯定一点 这是清代的 不是明代的 因为什么 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个玉壁底的特点 然后呢 我们从可以看出 啊 这篇一边是诗文 一边是绘画 绘画呢 意境非常强 然后呢 还有网民的这种疑风 这个网的内底啊 还写着 永乐年字 这个款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玉壁底 包括上面的文字 很轻松判断这些东西 应该是清代康熙的 大家再看 我手里面啊 又有一个这个底 这个底呢 比平时的圈竹呢 要宽 可是比玉壁底呢 要窄得多 这种啊 也是在明清两代啊 比较流行的 一种这个修竹的方法 这叫什么呢 玉环底 它像我们那个手环一样 对吧 但是它的特点呢 就是什么 比玉壁底啊 要明显的窄 可是比平常的圈竹呢 要明显的宽 那明代跟清代啊 都有玉环底 明代的玉环底是什么样的 清代的玉环底是什么样的 你看到我们银屏上面 出现了这个图片的笔交 就是明代的玉环底 跟清代的玉环底 很容易分辨 第一它跟玉壁底一样 如果是明代的玉环底的话 首先它这个玉环的这个端面啊 是平的 然后呢 主要是什么 看竹墙 这个玉环底啊 主要看竹墙 竹墙啊 明代的一定是非常浅 如果是清代的话 它这个端面啊 也有平的 也有往内倾斜的 但是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跟明代不一样的是什么 它的竹墙非常高 非常深 而且修竹啊 明代的也好 清代的也好 都非常规整 玉环底修竹啊 都非常规整 我们可以从这个 我们图片当中的这种比对啊 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出来 明代的这个玉环底啊 跟清代的玉环底啊 就在这个竹墙上面 就在竹墙上面 因为这种平期的玉环底啊 在这个瓷期当中啊 占为多数 可是往内倾斜的 在清代早期的时候啊 也是比较常见的 像这一件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 它这个竹墙啊 非常深 那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判断出这件东西 一定是清代的 或不是明代的 为什么呢 明代的这个竹墙啊 会比较浅 明代的竹墙会比较浅 那这件东西 如果是清代的话 是什么时候呢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 在明代的玉环底 和清代的玉环底 在什么时代盛行呢 比如说 像明代 玉环底啊 一般来说 都是在天起重征 这两个时代 民谣比较盛行 但是呢 他们这个竹墙啊 刚刚我也说了 是比较浅的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什么呢 他们底啊 大多是无诱的 到了清代的时候呢 这个玉环底啊 这个玉环底啊 足强非常深 大部分都是有诱的 这个大部分是什么 展到绝大部分 它流行在什么时代呢 流行在康熙 特别是康熙的早期 因为到了康熙这个时代 过去以后 后面雍正乾隆 乃道光绪 基本上 不流行之中的环境 不流行之中的环境 所以 像这样 具有时代特点的人呢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判断 看到这样 足强生的 而且里面都 撕满右的 一定是康熙 那 大家又要问了 现在防难道防不出来吗 完全能防得出来 但是呢 你也要综合判断 现在我不过是 从一个玉环底 教会大家 怎么样判断时代 然后 你判断 真假的话 你还是要从各个方面 给你的信息啊 来判断真假 大致的是什么样的 你比如说 像清代康熙这个玉环底 现在做工啊 基本上做的 是差不多的 唯一它出现 这个 时代不同的特点 就是真伪不同的特点 是在它的幼色和文色上面 你比如说 它同样也是玉环底 大家一看 哦 这是康熙 但是 你要看它的文色 跟清妖的发色 以及这个幼质如何 如果这个幼质啊 达不到 康熙的那种 锦皮亮幼 或者是那种亮清幼 文色呢 绘画的呢 过于规整 或者是过于草率的话 这件东西啊 你不能单单 就凭玉环底啊 来判断这件东西啊 就是真的康熙 所以 我们这个 是一个综合的学科 今天我们所讲的 只不过是 通过这个玉环底 跟玉壁底 这种出现的时代 告诉大家 如何从这个玉壁底的 这个不同 明代跟清代的不同 玉环底的明代跟清代不同 来判断这个是什么时代的东西 这样的话 再到以后 我们如何从文士 太幼再给大家讲的时候呢 你就非常的一目了难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宏观 我们再见